绝神祝福 这是绝对 要超过祝福如来 甚于日月之名千万一倍 日月之光不大了 我们晚上看天上星星 你看到那个心会闪动 那就是太阳 我们一般叫恒星 它距离我们远 太阳距离我们近 所以我们看得很大 光很热 那些太阳有很多 比我们太阳大的很多很多 我们无法想象 距离我们太远了 那么它放的光 我们还是能看见 它从自身放光 光照到我们地球上 要用多少时间 天文学上讲距离是光年 光的速度走一年 这叫一个光年 距离我们地球最近的 这些星系 它们那个太阳放出来的光 到地球上 大概都要三年到四年 那我们的太阳 光到地球上来 值几分钟 这个要知道啊 光的速度 一秒钟 一秒钟三十万公里 那么佛光 比太阳光 超过千万一倍 这是给我们一个概念 太阳的光 是个火球 太阳表面温度之高 确实 我好像记得是四千多度 确实 任何东西在那里 统统的融化掉了 那么佛光 是自信 自信的光是清凉的 我们肉眼看不到 它在我们面前 本经 光明编照品 语 祝佛光明 所照远见 本期 前世修道 所运功的大小不同 制作佛式 各自得志 自在所作 不为预期 这个光的大小 从这个地方看 本期 前世 求道所运 功的大小不同 你说这句 重不重要 到你自己 成佛的时候 你的光有多大 你就要想到 你现在有多大的心 你就有多大的光 光也比较智慧 你有多大的智慧 跟你的心量 成真比例 我们的真心 并发解 虚空气 有大小 是我们的妄心 妄心 行量很小 只为自己 眼前的利益 不知道来世的利益 如果是聪明人 他不着急 眼前的利益 他重视来世的利益 要急功累得 中国古人 又说 深深实实 积累功德 虎诗 到诗诗 果报 是世界 大富大贵 帝王将相 他不知 不是我这一身修 这一身就享受掉了 那这一身就没有了 他要累积 那现在人不相信 现在很多人不相信 有来世 那就没法死 所以他 得到的地位 得到的财富 一定要在这一身当中 把它享受掉 不相信 来世 古人相信 所以古人懂得 修极 来世好 现在人不懂得 祈福 往往的时候 享受 还透支了 超过了自己 所修的这件 佛宝 超过了 所以佛宝很快 不等 寿命到的时候 他就用光 用光怎么办 古艳语有一句话说 路 惊人亡 他还有寿命 但是 他的佛宝想惊 他不知道 欺负 所以 他就提早 过世了 这种人 现在 在这个社会上 很多 我们看到了 我们有高度的 紧急性 能不能修的人 不可以 一定要 欺负 你看这个 海鲜楼上 一列米饭 掉在桌子上 掉在地下 都把它捡起来 用水把它冲干净 吃下去 为什么 西福 他还讲了两个 这个西福的故事 很有味道 讲唐太宗 晚上 半夜的时候 过了 要煮一点点心 送给他 有一根面条 掉到靴子里 他把它捡起来 吃掉了 上帝 给他 延寿 二十年 这皇上 他能这么小小 是他的爱惜 就晓得 他会爱惜人民 这是个好皇帝 连这一点东西 都不糟蹋 一个面条 都看得那么宝贵 这延寿 二十年了 老皇上说的是 说得很妙 最后告诉他 这只是故事 未必当真 但是意思很好 是真确的 没错 人一定要欺负 干什么 都不可以过分 那阿弥陀佛 行良大 又懂得欺负 所以他的累积 累积到什么程度 决神祝福 一切祝福 都不能跟他相比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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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